大家好,我是Middy哥 我相信上次的教學大家應該知道Aeroturn Live的基本介面是怎樣的 即是我們俗稱為Configuration 今天會教大家什麼呢? 今天會教大家如何把聲音拖入不同的音櫃 包括設計和節奏 第二,會教大家如何設置基本音樂訊號 到底在錄音或音樂前要設定什麼呢? 好,現在開始 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Aeroturn Live的平台 前面這個就是我們的節奏 這裡是設計和節奏 如果你要去做音軌或音樂訊號的設定 我們可以按Option 接著是Preferences 按下去 當然也可以按Ctrl這個Cummer 即是一個逗號的符號 在M字旁邊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Preferences 其實很多都是不用怎樣設定的 我們可以周圍按一下 其實這一版主要都是講一下語言 即是你主要用英文 Espanio 還是西班牙文 然後主題 我現在選了MaoDark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 也可以選擇這些Light 不過我覺得光太多 MaoDark 我喜歡MaoDark 黑黑的有感覺 那當然是Brightness 你可以調校光度 如果你剛才調校白色光 就調校一下 Color Hue的色相 其實不是太重要 其他你也可以試一下 什麼Sleep Mode 即是自動睡眠 其實我都沒有怎樣用 不過就是 萬一大家在視覺上 特別有需要的 可以選擇一選擇 然後第二個是Audio Audio Driver Type 我按MME DirectX 接著是Line MGXU 其實我是用一個 Yamaha的16頻道的Mixer 中文我在想 應該叫什麼 應該叫調音台 對吧 我都一時弄不到 那 用回你的Audio Interface Home CD Scarlett 波羅 總之 用錄音介面 大家可以選擇 這個Driver Type 以前人們有時候會用 ESIO 不過大家看看 哪一個比較快 那我就 暫時用MME的 那 然後呢 大家看看 Input Configuration Output Configuration 是什麼來的呢 那 Mono Input Stere Input 那就是說 到底有些什麼 現在是Audio Input 簡單的 都是一個 Audio的訊號 對 那 Output 到底是 什麼裝置 但是其實 你開了它就可以了 那其實一般來說 它 有 1 2 或者1 2 的情況 其實都是用到 只有兩個頻道 那 然後 Assemble Ray Assemble Ray Assemble Ray 44100 有些人喜歡9600 96 其實 可能是 對你混合 是 下降的時候 好一點的 那我調整96 就是 Input Buffer Size Output Buffer Size 那麼 進入的時候有多少 延遲 如果你覺得延遲太厲害 就調小它 但是 如果 譬如說 質素太差的話 你就調大 但是 不要太大 因為延遲 都是 不太舒服的 錄起來 對了 就是 就是 Output Buffer Size 都是 你看一下 就是 你需要 調整幾乎 通常 以延遲訊號 唯有先 就 比較質素 質素 就算 即是你的質素 就算很高 但是你的電腦成不了 就成不了 對不對 沒有辦法 唯有 對 接著 MIDI MIDI Oxygen 這個也是我去年年尾買 新買的 這些鍵盤 以前 其實 之前的8年 9年都在用 Woland 現在 轉了M Audio Able Down Push 2 不用 如果 認識 這個Live的人 都不用說 總之 你一開了它 就會開了 File Folder 這些 譬如說 那些資料 儲存在哪裏 之後 可能 都會和大家 說一下 譬如說 那些 Plugin 其實可能 Vscan 會刷到你的Plugin 當然 你要設定 VSTPlugin 擺放 Folder 名 接著 Max Application 那些 Max的聲音 你到底 在哪裏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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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Temporary File Folder 暫時頂著 在哪裏 Location of User Library 你自己個人 Save 的聲音 放在哪裏 然後 Save AiFF 還是 Wave BitHerts 什麼叫BitHerts 以前CD 4410016bit 不過 其實現在通常24 最少 96 24 方便混合 就算 單規 質素 依然 這堆 大家都可以慢慢了解一下 之後有機會 用到我們再說 因為 事實上 一開始很難 去理解所有的東西 才去錄音 所以 可以不用動 就是這樣 各種 基本的 就是我們叫做基本設定 我現在去下一步 就是 講一下如何 把聲音放進去 那 Arrangement View 比較容易 很簡單 這裡有 Sound Sound 其實就是不同類型的聲音 Bass Guitar 或者不一定是Bass Guitar 就是有關低音部 聲部的樂器 然後 Blass 就是同管樂 或者不同的效果 吉他類 Malek 就是一些 叫做 酵激類 而且是 Percussion 那邊 Eficant Bass 那我不如試一下 Eficant Bass 拉下去 就這樣 滑下去就可以了 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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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剛才在用Push Live 2 我亦都用一下 Midi 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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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歡些什麼 總之 可以把音樂器 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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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聲音的類型,當然是做Drums,鼓,最經典的606808,大家都知道什麼了,就是電子鼓,我先弄一套電子鼓,讓大家聽聽 對,看到我試了一些鼓聲,所以大家要留意,其實在打的時候,看到下面是在轉,其實就是在顯示808的聲音 音樂,也是不同的聲音,簡單來說,這裡都是不同的聲音 這些是Analog類的,就是它分類的方法 我們轉了鼓去 我聽到這些好像90年代的遊戲 什麼R-Type,沙羅曼蛇,很適合,很有靈感 這個音樂,對啦,這些像是SAMPLER 其實都是一些聲音的類型,大家可以逐個逐個試試 音效效果就是,其實應用到所有音效的效果就是這裡 包括吉他用的效果,我們之後會分門別類說 然後MIDI,如果是MIDI的訊號就是這裡 其實可能有觀眾奇怪到,什麼叫MIDI,什麼叫Audio 很簡單,Audio就是,譬如說你錄結他,錄人聲,這些是真的Audio MIDI就是你用MIDI控制器,或者用PUSHTO 或者用其他用其他方法的方法,取出手指更 Philip 也不是,叫指手指的,即使用鎖鈴 così鍵 扣了進AabletonLive内裏將會利用信 financing 而この聲音不是你录晰入 而他流出電台本身是MIDI 以前很多年前 CG機器分別 我们那个年代不是USB的 interface,而是MIDI色录音 简单来说,MIDI就是一个电脑音乐专门的一个,我们叫做01的代号 Mass4Live Mass4Live大家可以上网,如果卖了声音或下载声音就会去Mass4Live 这些是AbleTon另外可以添加声音,其实有点像Logic 另外有些声音可以免费下载声音 当然也可以付钱,这个也是,有免费也付钱 上去观看看看哪个好些 Plugin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声音,我现在只放了两种Plugin 但是其实可以放很多一种,我之前有很多一种,好像是Pro2 不过我自己有点少做Mixing 做一些Pin曲东西,其实到时拉回Plugin来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有Clips或Sample Sample就是一个个声音 可以听的 例如有些鼓子一个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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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后会再示范一下 多谢大家今天收看这个第二课 起码你们都知道了,原来我拉一些声音 就可以立即玩到音乐 多谢各位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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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